实际上的地藏菩萨 金地藏又名金桥爵的诞生 在公元696年 现在南韩的汉城 即是古代的新罗王国 当时他是一国的王子 生活得非常富色 但生性淡薄的他 却毫无一点高贵的感觉 只是一味地保持着静默 和试读着书籍 他的相貌生来不大美秀 不过他仁慈的心 却比任何人醇厚 这可在他从小的时候 就懂得同情犯罪坐牢的人 一点见到 唐高宗永辉年间 一天他读毙诸子百家的书籍 凯然心叹地说 儒教六书 三清道书 唯独佛学的第一异地 最是殊胜 也最合我的心怀 于是就立志志法出家了 那时他正是24岁的年龄 出家之后 他爱静 爱休息禅定 因而他绝技要外出 碳密清幽的深山去七修 没有多久 他准备好远途旅行的一艘帆船 携带些随身的行李 和充足的口粮 并牵着随他出家的白犬 善厅单独驾着周籍离开仁川港口 捡着大陆的边沿 随着满繁的顺风 向那滚滚的大海前进 一日 一日帆船开进我国的长江 因受港口沙滩的阻止 他毅然弃船而就陆路进行 经过了不知多少的曲径和大道 终究被他在安徽青阳陷境里 找到秀奇的九子山 于是他就攀着峭壁 沿着山径爬上山探看 结果他发现了九子山中 唯一平阳的盆地 他就选择在盆地旁边 清脆犀牲上的十盐七柱 暗一住七十五年 一天 他正端坐入禅的当儿 突然被一只毒蛰咬伤了腿部 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地 围坐如故 额寝 由壁中飘下一位美丽妇人 简任再败的溃要说 是才小而无知 毒犯尊严 现在妾怨出新泉 已补过失 烟气不见 不一刹挪 盐壁间缠缠地流出了新的泉水 经此之后 他也就免去了外出积水之劳 这就是九华山有名的东檐龙女泉 相传 此时山下有一位闽宫长者 暗又称闽阁老 阁老是尊称他的官 他做大官 大家不方便职称名字 所以叫他闽阁老 但其生平事迹 也失传了 平常好僧乐师 每次举行供养百僧时 总是欠缺一位 婴儿每次都得亲自上山来请他 不然就无法获得圆满的功德 不久之后 为着杜生开辟道场 他向闽宫长者画九子山的地 闽宫说 随您的遵义 他即将袈裟一领直向太空 设下的黑影 竟把所有九子山地进行遮盖 于是闽宫也就很欢喜地 把九子山设限了 闽宫有一个儿子 因敬养他的得范 就随他出家 法名道明和尚 以后闽宫因听法的便利 反拜儿子为师 成为佛门中的千古佳化 现在地藏菩萨的圣像旁边 站着一个年轻的和尚和一个老公 就是他们父子两位 他不只乐于休息精神和一而清朗的禅定 并且于讲经说法外 欢喜摩写大圣的四大部经典 以作广宏布诗 所用的文具 由南陵的玉当等的弟子供养 至得初年的时候 公元七百五十六年 山下的名士诸葛杰 率领了一班村老 共作登山的游乐 行至山中平阳的地区 只见七七芳草的上面 弥漫的白云冉冉上升 日色鲜明之下 西渐的水声铿锵不解 他们被美景好奇所使 竟然于不知觉中往前探忧 不其然 在食言中 发现一位孤然闭目的夫座禅僧 旁边立着折了一族的谷顶 谷顶里 只是装着少数的白米 搅拌着白土粉 不久禅僧出定了 随把谜土煮熟了自食 食完又默默静坐 村老们见了 非常感动地说 师父 您这样的苦行 是我们邻居山下人的过失啊 因而没有几时 村老们就发心 为他构建一座颇大的蚕鱼 并不断地供养着四十的米粮 建中初年间 公元七百八十年 郡守张言 为着敬仰他崇高的道德 和历生的事业 潜移旧的四遍 上奏德宗皇帝 正式建寺院 道场至此 方是真于庄严 此时 新罗国佛教的僧众 闻风前来亲近的 有数百人 渐渐僧多周少 粮食无法维持 一天 他在寺堂开发很多 细粘如面的清白土粉 准备来补粮食的不足 但深受他德化的僧众 却异口同声地请求说 愿请法师来滋养慧命 不以务实而延长生命 显然 他们已经不以生命为重了 这是何等的感动人呢 当时佛教界中 皆赞誉他们为 南方的枯稿众 真元十年 也就是公元七百九十四年 夏天的季节 一日 他于大殿中 召集僧众诸师告别 诸师茫茫然不知他的所以 当时只见群山载着悲鸣 岩石载着陨坠 日月载着变色 而他却安详地 结家夫作的事迹了 那一年 正是他九十九岁的时候 按金地藏菩萨 于唐朝真元十年七月三十日夜灭盘 适寿九十九岁 我们每年地藏菩萨圣诞 就是七月三十日 其实也就是金桥觉菩萨的成道纪念日 原集后 肉身安在石寒中 经过三年的时间 徒众们开启石寒 发觉肉身没有丝毫损坏 而且颜貌如生无异 于是举于肉身 迎入神光岭宝塔 一路上只闻骨节摇动 犹如金所汉明的声音 经云 菩萨勾索 百孩明矣 可以证之 为真正的地藏菩萨应试无疑 同时 礼拜恭敬金地藏菩萨真相 所得的利益 皆如地藏经所在无异 更为明确显证 因此 千数百年来 佛教的信徒 不辞数千里的遥远 而乐于发心 前往朝拜者 络绎不绝 尤其是七月三十日 菩萨圣诞之期 九华山圣地 数十里的范围内 变满了一步一瞻 三步一拜的老幼男女的佛教弟子 可见 菩萨结缘之广 感人之身意 至于这九华山的来历是这样的 在天宝年间 李太白登此山 因见山峰秀丽 故更改九子山为九华山 因为有九座山峰 像莲花的花瓣 故称九华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